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觉得中华民族有一个国粹 哪怕在这个灾难 在雨灾面前都能显示出来 亏然不动 对 你知道这个四川下雨这一烟 这个新闻记者可就拍出来了 在烟水的街边一家人撤出来还打麻将 你就看出中国人的这个国粹 所以我给你们看几张照片很有意思 这个就是我想谈谈这个我的好奇 你看 这像彭祖 这是成都彭州白鹿镇唐坝村 巨型山洞里头 村民们 你看 在这儿 纳梁 这好像风景很好的地方 对 你再看 跑到这个洞里 庐山仙人洞也就不过是这样了 大麻将 你再看 这个这个 这是在八角 这个不是 这是在这个漂流区 成都虹口的漂流区 哎 大麻将 这是这个这个 这个 这是哪啊 围坐在水里的 在河里 你看 都发大水了 只在河里 把脚泡在水里打麻将 那一个一个散下面都是一桌一桌的麻将 都是麻将桌 都是麻将桌 爱国教育基地 没错 对啊 我就是六岁还是五岁 开始学打麻将的 我们在香港 因为我那个年代 说到六零年代末期嘛 那我们住好小的地方 大概四十平米吧 住了八个人 九个人 都是长辈 母亲 外婆 舅舅一起来 那通常这么小的空间 这么多人 我们只做两件事 是最快乐的 第一个就是那个打边炉 吃火锅 比较有家庭温暖 一群人在抢 另外就是打麻将 你要陪家里 陪外婆什么打 那是一个孝顺的表现 所以你说孝顺 我讲起来 我也是挺遗憾 我有时候现在经常想起来 就是说原来过年回家的时候 应该陪这个母亲 打两圈麻将 因为我们家 除了我妈都是男的 我们家这男的 跟一般中国人还不太一样 就是都不爱打麻将 我们都不爱打麻将 但是你看 唯有我们老妈妈 爱打麻将 每次打两圈呢 我们家这男的就打不下去 就散了 就实在不上演 现在想起来 真是应该陪她 因为我妈妈没有别的爱好 你就是可见 现在打不了了 她现在这个中风 在床上也打不了了 就是这个麻将啊 是不管什么文化 什么阶层 亚俗共打的 你看最广泛的一种玩意儿 甚至于我就说 我今天就是想探讨这个问题 就说麻将这个瘾啊 怎么可以这么大 你说这是为什么 徐老师打桥牌的 对 我不会打麻将 你也不会打 所以这集我不说话了 但是待会儿要你说话 因为最近还有一个企业家 就讲 他就认为啊 说中国足球 为什么老踢不赢 因为是麻将精神 就中国人是用麻将精神 你看麻将是一个 他说是一个什么 就是说不鼓励帮忙 麻将你知道吗 说不鼓励活雷锋啊 惩罚活雷锋 你看麻将都是听牌了以后 就等着谁点炮 就是你不会打 我给你点炮 本来我是给你帮忙 我做好事 但是光机 你就赢了 所以他就说你看 别人的胜利 就是自己的失败 对对对 这很像同事关系 中国的同事关系是这样的 对 我不会打桥牌 这个老总还说 说你看打桥牌啊 还西方的玩意儿吧 他打桥牌是两个人之间 合作 合作是吧 是讲合作的 他说但是麻将你看 就是啊 一个人一听牌 其他三家就开始算计他 防着他 以不让他胡为目的 谁要点了炮 谁就是最完蛋的那一个 所以30年代 在张介石 在中国禁赌嘛 反赌博 其中一个要禁赌麻将 他的公告就是这样说 为什么打麻将呢 先别说什么浪费时间 就说应该把时间 要来读书报国之内 先不说这个 他说打麻将本身是不好的 让你的心地变坏 性格变差 你要算计别人 蒋介石写文章说 你坐下来你就要算着 不给别人吃 自己要吃 完全就像你说的 没有合作精神 所以呢 不准打麻将 这是蒋介石的逻辑 那 毛主席他们打不拔麻将 所以你看取得革命胜利的人 好像没听说有这 他打没人敢跟他打 都要给他赢 邓小平打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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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喜欢跳舞 游泳 最近又重放他的片子了 他们算下来游得比孙阳快一倍 对 在长江上 真的 这个顺流而下 或者是当时的人民日报的报的数据 可能有 零啊之类我不知道 但是没听说他打麻将 对 你看 我觉得特别奇怪的就是 我就不知道这个 隐啊 因为我本人没有这个隐 赌吧 我觉得很多人是不是纯粹打麻将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们看到的这些打麻将的 都是有钱在里面的吧 所以你说的这个也很有关系 我觉得麻将之所以这么样的上瘾 可能就是因为啊 他最像这个赌博 类似于百家乐之类的玩意 你看 为什么我也不会打桥牌啊 因为那个学就很难 他有很多智力的东西 好比说你看象棋 为什么没那么上瘾 围棋 为什么没那么上瘾 因为这个东西啊 比较多的靠自己的智力 靠自己的水平 去下 你才能下赢 麻将你看是一种什么东西啊 他就是 七分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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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天气 三分靠打拼 你们能不能沉默一点 让我打麻将 我打了四十五年麻将 我告诉你 打麻将是完全multimedia 多媒体的赌博游戏 赌当然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你赢钱嘛 才有快乐嘛 才有快感 打麻将别忘记 有两个东西 是其他赌博没有的 第一个声音 那个声音啊 我们这样爱打麻将的人 不要说自己打 远远听到就快感 让快感就听到 你看AV 不是 别人看A片 那个摄情电影 日本AV啊 听到声音会有快感 对 你知道吗 那个声音 所以声音这个 是打麻将的快感来源 第一个 听觉 听觉 第二个是什么呢 初觉 打麻将摸下去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要听牌嘛 比方说我要拿个 一饼 一桶 我们叫做 一桶 拿个 你的手指一摸下去 是一桶的时候 哎呀 那个快感是不得了 你熬台湾所有的文人 以前梁徐超 那一辈的 都写过文章讲这个 梁启超 徐老师啊 你一定要学打麻将 梁启超说的 说唯有打麻将 可以让我忘记读书 也唯有读书 可以让我忘记打麻将 所以这两个 是把这两个 对着一起的 还有胡诗 我们那个脑 脑祖宗嘛 他得陪他老婆 打麻将 不止 他自己成名以前 每天打麻将 当然他还要找个小姐 坐在旁边 他打麻将了 后来他去了美国的时候 当然是 他在Cornel大学的日记 整天写 麻将 还有那个著名收藏家 这个张聪玉 最近有他的这个日记 他那个时候在上海 就那个时候 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啊 你就看三天两头 打麻将 被你这么一说 桥牌是完全相反 首先桥牌不赌的 很少牵涉钱 第二 他没有声音 以安静 打桥牌就是说 以安静为美德 就是哪怕有输赢 也都是要非常安静 他的快感 都在于这个计算 就是非常精确的计算 百分比的计算 而且他最枯克在什么地方 桥牌的比赛的高的境界 不是两个人 就比如说我们AB跟CD比 不是的 是我们四个人出去比 然后我们两个人 跟我们的同伴 在另外一桌 在另外一个房间 换句话说 我们在这里拿到的 这手牌有多好 在隔壁就在被对手拿着 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就是有时候你的牌很好 那牌很好不是稳赢了吗 我们现实生活也有这样 牌也是这样 我稳赢了就不稀奇吗 他没有稳赢的事情 你再好的牌 你要是没有打到 他的最高的成绩 你就输了 因为你的对手 在隔壁拿着你这手牌 你打到七 他打到八 你还是输了 虽然你整副牌 你好像都是你大 所以很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跟这个时间和节奏 也有关系 你比如说你说要说赌 他为什么不全民下象棋赌呢 因为这个象棋下围棋下长了 下一个小时 他闷了 象棋 或者说他只有两家 其他人只能压外围 对吗 只能两人对赌 象棋通常人家残局 就是人家摆在那里 搞个残局跟你对 对对对 但是你看麻将活色生香 他四家 你看真正你的澳门赌场 为什么他还喜欢坐一围台 四家 而且他 而且他这个停 他节奏很快 他停不住 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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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在变化 所以四家 对很非常热闹 而且很好玩 我们通常想象打麻张 越来打了排搭子 都是朋友 可是朋友之间会闹矛盾 闹冲突 我从小看我母亲都是这样 有时候姐妹涛这间吵架 她就家里 我听她讲电话 就骂人家对方 说人家坏话 谁谁很差 可是当她排影起来的时候 又找排搭子 所有曾经被她在背后 骂过多么差的人 都打去求 哎呀 那个文涛大姐 你能不能来这样 求来了 那我就曾经问她 妈你那么讨厌那个人 为什么找她来 找她来赢她钱 把她赢到内裤都掉下来 这不是那个 前一段那个真实的新闻 一个植物人了 你知道吗 然后家里人就是 摆了三个 就在他病床旁边 叫了喊了三个月 说三缺一啊 就差你啊 三缺一啊 三缺一啊 三个月之后 甭家里起来了 枪枪赛人行广告 之后见 十年过去 也许路变了 但我们的情意和梦想 永远不变 东风日产 人车生活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如极之水 汇圆酒精黄 年份软浆 五井贡酒 这个新闻啊 我倒想到这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商机 就是那些高级的疗养院 养老院 假如有麻将设备 就是被人陪打麻将 那很多老人就会愿意去啊 这变成一个福利啊 将来豪华的头等舱 飞机的豪华头等舱 就陪打麻将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起这个话题 我就说我对这个产生的强烈的好奇 为什么这么大的瘾 是跟什么呢 前一阵南京饿死两个小女孩 饿死两个女童 从这个新闻来的 就他们的父母亲是贩毒 他们的父母亲为什么贩毒呢 他们父母亲是那种 就是城乡结合部的拆迁户 一下给两套房子 上楼了 就农民上楼了 没有土地了 也不种地 然后生活空虚 就吸毒 吸毒最后忘了这个孩子 能把孩子饿死 然后就沿着这个事 他们记者就去调查 就发现南京的城乡结合部 就是新安治的小区 这些人都是两三套房子 甚至是五六套房子的 那么大企业开始招工 最早都没有人应聘 凭什么去工作 有钱 但是问题在于有钱干什么呢 就发现每个小区 都有这个棋牌室 这棋牌室 从早到晚 就是打麻将 然后说有这么一对夫妻 就是等于真是洗脚上田了 上了楼了 有了钱 就是整天 老公看着老婆 老婆看着老公 干什么呢 最后就去打麻将 然后你知道打麻将 他们打到什么一个瘾 我就觉得这个瘾 怎么可以这么大 他老婆后来说 对过打麻将就觉得 这个睡觉是个负担 睡觉是个负担 因为就是人总得睡觉 打了三天三夜 困得不行了 也要去睡觉 所以就这个是个很烦的事 因为这个原因 他吸冰毒 他吸起了冰毒 你知道吗 这样我觉得很很到错 你知道吧 吸毒是为了嗨嘛 上瘾嘛 吸冰毒 可是他染上冰毒 是为了不睡觉 他打麻将 打了三天三夜 他还是不想睡觉 于是他要吸冰毒 但吸冰毒 是作为一个手段 为了打麻将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麻将的 这个生理上的这个瘾 是指于要超过 冰毒的这个瘾 这怎么可以是这样呢 因为我因为赌博 我作为一个前赌徒 我借赌以前 我借赌了十多年 我以前是病态赌徒 我经常公开说 我说曾经有一次的经验 也是后来让我借赌的 很重要的理由 我就发现自己那么傻 我跟我太太 站在澳门的赌场 又还用站的 别的坐的 一张桌子旁边 站了整整 我看有二十个钟头 中间好像上过一次厕所 你太太也陪你站 我太太爱我 我爱赌 她爱我 那最好玩是说 我赌到二十个钟头 我突然觉得 原来我二十个钟头 没吃东西 是是是 然后然后怎么样 然后我一看堵桌前旁边的人 二十个钟头 以前是许子东 是窦文涛 怎么二十个钟头后 还是我们 我们这一群人 我就觉得 没动过 对没动过 我觉得非常堕落 非常非常不堪 我就觉得 我不可能让自己 继续这样下去 后来当然也因为输钱 输到欠债累累 后来我就回香港 跟我太太去黄大仙 香港的黄大仙的庙 向乡那个戒赌 那是十五年前的事情 那你还是有成瘾人格 当然我以前是病态赌徒 什么叫病态赌徒呢 就是说没有赌 不高兴 一听到有赌了 就像我刚说的是真的 光是远远听到打麻张的声音 不是自己赌 是听到那麻张牌的声音 整个人是亢奋 你觉得这个肾上线 飞起来了 飙升 升起来 那这是病态赌徒 所以说你看 中国老祖宗 他发明的这个国粹 他对人的精神的 这个嗨的提升的作用 超过化学 精神科药品 这是不是个伟大的发明 但可以 实际是 是不是赌的刺激 赌当然是嘛 因为我那时候插队的时候 打牌 也是没日没夜的打 最后什么都输了 把自己这个闹钟也输了 我最值钱就闹钟 半导体收容器输了 然后我有个朋友 当时来跟我说嘛 说你爸爸现在还拿着 每个月十块钱的那种 就是 就是隔离审查的这个钱 还把这个钱寄来给你 要是知道你在这里 这样打牌的话 他会怎么想 我就因为这句话 以后就再不多 就因为这句话 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爸爸 真的对不起爸爸 我怎么把家里这么穷 还把钱寄给我 让我再苦 我已经这么苦了 还要这样 而且赢的钱是拿不回来的 输的钱我都交给人家了 我输了 赢的人家欠我 欠你的钱 谁会给你嘛 是这样的 对不对 人家说没钱了 那你怎么办 你以后还会人家要吗 你打牌 输给我十六块钱 谁来理你啊 我觉得是一个 整个的人格的 当然要啊 赌徒 这是赌徒的道德 你人家欠你的赌债 一定要的 不然你要倒霉一辈子 你这样跟他算历史 文革是多久以前 怪不得 四十年前 怪不得 这个人叫刘公正 名字我还记得 他很不公正 刘公正 我替你讨债 枪枪三人行 刘公正来拿钱 广告之后见 他是弗拉基米尔 马拉霍夫 曾是国际巴林舞台上 最耀眼的明星 他腾空的跳跃 如离弦之剑 会让观众产生 空中停顿之感 如今不惑之年的他 成为优秀领导者 他带领了柏林巴林舞团 短短数年成为 国际一流舞团 马拉霍夫首次来华 告诉我们传奇如何打造 巴林英雄 马拉霍夫和他的舞团 星光大剧院 星期日 凤凰未去中安台 凤凰精选 来自四十几个国家 过百支合唱禁旅 巨手相将 同台唱客 唱好缤纷夏日 不同的语言 以音乐接触交流 吐出青春和谐美声 2013 凤凰卫视香港国际青少年 合唱节开幕音乐会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我还是想研究 这个麻将的乐趣 我们要是玻璃赌 比如说是不赌钱 比如咱们赌扑克牌的 你觉得麻将上瘾吗 我觉得上瘾的机会 降低很多 因为最大的快感 在于赌 那坦白讲 这个等于是说 你说性行为 批除了爱情 这个部分 或说浪漫的想象 也是好玩 可是你不会上瘾的 不好玩呢 坦白讲 不好玩 只是性 你一定每一次的性行为 要有浪漫 要有爱 对我来说是这样 那我觉得 这个主要是读 我写过理论的 我说生命里面 有四种娱乐 是最快乐的 第一个是性 为什么 你打破了身体 跟身体的边界 你身体的快乐 这是我身体的快乐 第二个是运动 运动是挑战 自我内在的边界 局限挑战 还有一个是什么 读书 打破时间空间 这又不用讲了 你跟莎士比亚当朋友 第四个就是赌博 赌博是干嘛呢 打空前代跟前代的 赌博真正的快乐 在于调戏命运 你跟命运来面对面 我们都感觉 世界上怪怪的 有命运这个东西 可是赌博 让你马上来面对 打牌很邪门的 比如说打牌 赌其他的什么 很邪门 你马上会感觉 有一个super power 有一个超能力在 有一个主宰在控制 你是马上感觉 你天人能够对着 面对面 打破了人跟天的边界 或者说是直接面对可能性 所以以前老人说 赌场挑女婿 就是赌场 你看得到一个人的 最真实的性格 赌场挑女婿 当然故意点 你们内地叫什么 点炮 点炮 对对对 故意说 就是拍拍岳母的马屁 对啊 真的是看得到 因为你会生气 一生气一动 你有没有修养 大不大方 有人是这样 我叫马上说 碰到一种最差的赌徒 除了那个刘什么 刘公公 欠债不还你 另外一种是给你 打完结账输了 我欠你五百块 对不对 我掏钱出来说 拿去看医生吧 这样子 懂我意思吗 那就诅咒 就是我要还你五百块 那这个拍得很差 拍得非常差 我们香港人相信一句话 拍品不好 就是你人品不好 对对对 讲那个赌场 对啊 还有就是说 你赢的人不能停 是吧 赢的人不能说 我们就结束了 只有输的人才能说 哎算了吧 你知道 昨天的今天的新闻 有一个老头 打麻将 他就是一直守风顺 一直在赢 结果憋尿 他不敢 他怕就去尿了之后 他就会起来了 一直憋了两个多小时 才忍不住上厕所 尿完了 光机就晕倒了 医生说这是一种病 叫小便促导 就是你不能憋太长时间 憋太长时间 一尿完了 光机你就晕倒了 这种人就是小便促导 可以可以结束了 因为会讲 打四圈 八圈 十六圈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不受这种音源 民钦工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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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